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种老的农业园区啊,在全国各地很多,就是已经种了很多年了 然后现在呢,就因为种植多年以后呢,土壤板结呀,土川冰坏呀,都已经不再适合种植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老的农业园区,如何去让它进行焕发地泥春 如何进行改造,这是我们在商丘要改造的一个老的农业园区啊,利用这几个月时间,争取把它整个焕然一新 我们全部给它做成了一个低成本,低投入的无土栽培 可以看一下,这野棚呢,我们已经种植草,已经做好了 然后一些牛粪作为一个种植机枝,已经做好了 都已经开始随随随随地给它改造,有种植菜的,有去种切果类的,有水培,有鸡脂培,都正在做 棚模也是这两天正在上 你看一下,这个是用了一个线管做成的种植槽,然后里面填出的牛粪 昨天呢,利用大水把这个牛粪进行冲洗,今天就一点抽味都没有了 刚才看了一下啊,它这个槽里面的温度已经溅下去了 这个里面是水培,种植这个切果类 也是用线管做的槽,成本非常低 然后铺上这个黑色塑料布,然后去进行改造 等于说这个整个园区啊,我们就把以前的土壤啊,全部捨去掉了 全是无土栽培,要么机制培,要么水培 这两个出水罐,做新玩意子啊,也是把这个园区里面以前淘汰下来的 不用的水缸啊,不用的塑料桶,都是废物在利用去做这些块 所以说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毕竟这是属于生产的基地啊,不是做参观用的 所以说呢,所有的费用都是降到最低 这个里面是做的一个简易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啊 实际上就做了两个大池子 然后通过定时器,然后实现这个自动水肥 也就是说你不用管它了,然后它会按时浇水,按时施肥啊,人不用管了 大家一定要转变这种概念啊,因为无土栽培啊,不是废钱栽培 一定是省钱的啊,这就看你的那个设计能力 还有你对无土栽培的掌握了 如果你对无土栽培不掌握往下往下,那可能会干嘛到树本上去做 那样你的成本会很高,像这种栽培的话,比土壤栽培成本还要低 和以前的空间,可以看电视频 都 changes,但是在转发 来自行的标签 即使我可以看电视频 都可以看电视频 所以您可以看电视频 也非常完整的观点 我们在议业证飛行资欧 慢慢的观点 我们先看电视频 我们下来